这里是有香飘飘 冠名播出的花绽放 香村记香飘飘 缠了随时冲 只需一分钟 上身有请 我们下一位画 我就是那个 老刀小王 演砸了不是 讲了我待会要讲这台词了 张胞胎默契大挑战 这就是对的 国家住在荒涂 我有一个国家队 有一个美女指挥 他们有事没来 我对人说你上 顺理成章的 就是那个美女指挥 就给你赶走了 我是厄伦春小甜 这个是我们厄伦春族 传统的跑脚帽 猎人们戴着这个跑脚帽 那个小袍子以为是同类 他就往跟前凑合傻嘛 然后猎人就比较容易补过 知识太低了 欢迎各位来到有 香飘飘同家冠名的 花儿绽放招募现场 香飘飘 查了谁是说 只需一分钟 欢迎大家 继续来看一下 我们下一位 花儿的报名视频 大家好 我是来自中国 保保台湾台北的小蛙 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我也是 精神通话 是贵人式的旅游推介官的 老婆 老婆 不不会的 我一个爱潜水 爱扮演的都市新女性 已经在吉林省通话市 徽南县徽南镇城关村 生活了整整一年喔 在这里 我打造了属于我自己的 农村小月 日出我做 快点快点 老婆快点 这这玩意不是疙瘩的 等於是疙瘩的 我帮你的 我那是你啦 没事啦 没事啦 你问我为什么选择 待在徽南县呢 这样还不够明显吗 还有这个徽南县 那也不能没有我啦 嗨小娃 嗨 这个小娃啊 我昨天怎么没有来 他们都好想你啦 谁 哇 飘底下了 爬点的也不安 我想你才搭的心 驾驶够多了吧 小王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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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起来了 眼眨了不是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就是那个爱潜水 然后爱攀岩的 包刀小王 为什么会在 徽南县 生活一年 因为我闺蜜 她是东北人 然后我想说工作之余呢 我去东北休息一阵子 结果就不小心 就待了一年了 爱上东北了 徽南县 它的那个 那个 那个景区啊 是国家级的 非常之美 对不对 我讲了我待会要讲这台词了 然后你跟我介绍一下徽南 还有什么我没讲的 没问题 那我们徽南呢 你不要看我们小龟小 那除了有长白山之外呢 我们还有两个 国家级的4A景区 就像刚刚您说的 我们有龙湾跟西夹荒 对 而且呢龙湾还在去年 2023年被评选为世界级的最佳自然保护地的一个美誉呢 我个人觉得非常的厉害 然后我本人也去过 真的非常的棒 对 在那待了一年以后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跟一年前整个人的变化有吗 首先我觉得我有三个最大的概念 第一个就是体态上的 我大姨因为在米厂工作 米太好吃了 对米太好吃了 我胖了17斤 体型是我最在意的 没有 但还有就是呢 我觉得个性 用这边的话来说 我变得更射牛了 因为像是我们饭啊 都是一起吃 然后早一起洗嘛 对不对 然后饭那个时候 汤一整锅端上来的时候 就给我四根调根 碗呢 用调根喝耶 对不对 不分餐 对 其实这时候我是有点吓到的 没把她当外人 对 对 没错 其实她们就是把我当亲闺女一样这样养 在东北有一个我特别好奇 有没有尝试过去搓澡 搓澡也是我现在 离不开的一个习惯之一 第一次的时候我真的很害羞 我真的很害羞到 我实在是觉得没办法 我就后来去洗了淡间 但洗淡间只有我一个人 觉得有点白痴 你知道吗 然后我想说OK 好 那我第二次的时候我就 很下心去凑了个澡了 我觉得辛苦的是 当天帮我搓澡的那个姐 我大概搓下来会啾啾最长的 我看到我这么长 因为可能是在医生中第一次搓澡 我们南方人去都会这样 那你喜欢搓澡吗 我超爱的 而且我现在真的是自己洗澡 不搓一下我觉得不干净 那哪里那么多死皮啊真是 你这个口音就是没受任何影响 没错 完全不受任何影响 所以他们说最强的口音就是 东北话跟对 跟我们这个腔调了 那你会说东北点的话吗 我会一些 好 我要给你出个考题了 冷老师会说几句比较偏僻的东北话 你来猜是什么意思 好的 搓子 搓子 对 家里都有吗 家里都有都会用 搓子都会用 扫把 对 我们不用扫把了呢 我们都用那个像挖炭的那个刮地板 是 第二个 第二个 嘚瑟 你不要嘚瑟了 我超爱嘚瑟的 我很爱显摆的 最后一个 球 球 你帮我球个东西呗 取 对 可以 可以 这个绝对是东北话过了六集的 好 那为什么会来看花儿战坊这个舞台 最主要呢 我还是想让大家知道说 我们祖国的美丽 其实啊 我去过蛮多国家的 国外的月亮真的有比较圆吗 以我过来呢 今天真的没有 我年轻的时候也很崇尚 去一些欧北国家 或者是什么意大利啊 冰島那些地方 但后来发现我自己的祖国 我都没有去玩 有灰南 这么漂亮的地方我都不知道 我真的是觉得很可惜的 其实我也很希望说 能够借此宣传灰南 让大家更多可以看到我们一些农村 提供更多的一些工作机会 给这些农村的一些年轻人 这个小王我是你的知音啊 因为我是东北人啊 嗯 所以从台北生活毅然决然地来到东北 能看出两岸一家亲的情感 看出你对祖国大好河山的一种爱 像东北的农村跟你小时候长大的 宝岛的农村有什么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让你觉得特别好玩的吗 是因为我从小出生的地方 台北101旁边吗 其实在我这个年纪 我已经没有体会过所谓的农村了 其实是蛮可惜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 更应该去农村看看 如果各位喜欢来自我们宝岛的小王呢 就给他种上一朵花 各位请种花 麻烦你们了 谢谢你们的支持 请揭晓 恭喜入围26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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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间去惠南找你玩 没问题 希望大家知道说我们祖国的美丽 东北农村的魅力果然大 留住了台北的花 下一位花儿会从哪里来呢 上微博参与花儿绽放话题互动 有机会获得花儿专属回应 我是牛指挥 我的家乡在山西省林医天 一处黄河岸边 历史有救人家的灵 这里是金上其中一堆的不离 这里一年世纪花国飘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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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最好吃的 还是我离你的大酒货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 离你来做个酒货 快包吃厉害了 饶铁 上身有请我们下一位花儿 牛指挥 牛指挥 我来自陕西渔城联姨 名字叫牛指挥 牛指挥 想问一下 刚才您这些动作 都从哪儿学来的 都是来于果树地里 我有三十个苹果树 在地里我看 这个苹果好 这个字一哈 这个苹果不好 你看这个有这个动作 是这么来的 艺术来源于生活 对对对 是干活的时候的一些动作 对对 大姐 要不这样吧 我现在唱几句 你跟着来做动作好不好 能行 好 准备好啊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 大风从坡上刮过 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 都是我的歌 我的歌 不管过去了多少岁月 began T restaurant 把天的高歌 留下我我留下留下我 留下我一望无际 Further 唱这歌 还有身边这条黄河 好 带老师我发现这个动作百搭 这个动作适合所有的东西 听说您在老家 有一个鼓乐队是吧 对 有一个鼓乐队 当时怎么会想起来 要组织这个鼓乐队的 当时我们在一起 在我们每刻里都坐那儿说 东家厂了 西家断了 我说跟咱们办一个鼓乐队 咱们还能练舞 还能挣钱 咱们不说闲话了 咱们就干嘛 然后呢 是谁推进女 当了那个指挥的 北连我就是一个搞后勤的 我有一个美女指挥 那有一次她们有事没来 我的鼓队人说你上 我说我不会 说你上吧 没事 我上去就指挥了一个 大河向东流 哎呀 我就这么还有 人给我啪手里 那当他从那以后 我就开始学 逗大家笑一会儿 如果不好 这个好 就开始练起动作来了 所以就是顺理成章呢 就那个美女指挥 就给你赶走了 您就成了指挥 也没赶走 您知道吗 您现在网上有100多万粉丝 您挺火的呀 我不怕哦 这个我不知道 我家没有粉丝 我家有粉条 那现在就找你们鼓乐队的人多嘛 找鼓乐队的人多 主要是他们都不说闲话了 不能说女人就在家里做饭了 什么都不干 看小海 但是我们也能挣钱养家 您组了这个乐队以后 比如说您接个活儿贵吗 不贵 咱们就是楼腿了嘛 接了活儿 该多少还有一个人 都是100 您也没多拿点 没有 其他没有加入你们鼓乐队那些姐妹 他们会来背后说你闲话吗 那个时候骂的事也可多了 有人说是憨憨 说我憨憨 还有人说你这耍猴的 你说不生气呢是假的 我喜欢逗大家笑大家乐 那有错吗 你没说我耍猴的 我说我不干了 我说我的那个鼓乐队 队员都上我们家叫我 不管别人说啥 咱们活好自己的 咱们干自己的 只要咱们逗大家笑大家乐 何乐而不为难 干 漂亮 说得太好了 不愿天不愿地 只愿老牛没志气 那就干起来 不打麻将不说闲话 一起来乐 我觉得阿姨特别 在我们群舞中很年轻 很有活力 我们喜欢村里也有 更多的像阿姨这样的领头人 就带着他们一起去活跃 去开心又又健康 我看了大娘以后呢 我心里是很感动的 攀态可居 表情神态丰富 天然的一种王感 最重要的就是您 从自己的独乐 能够带动大家去做重乐 乡村振兴的五大振兴中 其中一个振兴就是文化振兴 乡村的文化振兴需要您 这样的带头人 大娘 我永远支持您 加油 好 加油 各位 喜欢这位大姐的 请给她种上一朵花吧 请种花 来看一下牛指挥 她的种花值是多少 恭喜275度为成功 好 加油 搞笑一天 总别愁一天好吧 大家一起跳起来 一起盖起来 牛指挥的心态确实牛 下一组出场的 会是什么样的花呢 我是种花小猪小旺仔 很开心见到你们两位 我们两位双胞胎啊 真的长得一模一样吗 一模一样 那接下来我想跟你们两个 玩一个小游戏啊 这个游戏就是要你们的 异口同声 三 二 一 你们心情怎么样 开心 哇 是有默契在的 再来一个就不一定了 不一定了是不是 来 下一个 你们预测今天的结果会怎样 三 二 一 还好 你是有一点担心的对不对 对 我是有一点小担心的 你担心什么呢 我担心我 我担心她出岔子 这道点还是挺有默契的啊 第三个题目 用一句话为自己加油 想不出来了 想一想 用一句话为自己加油 我们对着镜头说 三 二 一 双胎加油 哎 成功了 我们提前祝贺两位 能够获得成功好不好 好 好 谢谢姐姐和妹妹 哈喽 大家好呀 我们是来自广东省 惠州市 柏罗县 长宁镇 松树港村的双胎胎姐妹 我是姐姐 助理师 我是妹妹 助理心 我们村里有古老的旧房子 一旦步入就仿佛穿越回了过去 有我们小时候经常穿梭在村里的 金灿灿的稻田 看风吹稻谷 看小鸭子玩水 看远处阿叔阿世忙着做农活 耳边传来不停的缠鸣声 这都是我们的童年记忆 现在我们为了自己心中的小目标 正在石角镇支教 花人绽放 我们来啦 哈喽大家好 我们是来自广东省惠州市 柏罗县长宁镇松树港村的双胎胎姐妹 我是姐姐助理师 我是妹妹助理心 我们的心心爱好是 画画 摄影 然后呢 喜欢一起玩双胎胎默契大挑战 今天要不要考验一下 你们来 两位请转身 背对对方 背对对方 好 对我 你的头发 等一下 等一下 来来来 剪刀石头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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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是吗 就这一次是对的 终于对上一次 两位就是平时生活中呢 会有没有什么心灵感应啊什么的 有 我们俩的心灵感应就是特别的神奇 就是小时候嘛 有一次感冒 我在家里面吐了 然后他在学校里面上课 然后我吐的那个时候 老师刚好在给我妈妈打电话 然后他就说 你的小女儿在学校好像也是有点难受 然后我们两个同一时间 他在学校里面直接吐出来了 你们会不会早上一起食物中毒了呢 一个在家里吐 一个在学校吐 对 就是这样 也不是什么心灵感应 就是吃的一样的东西是吧 那我也问一下 就是你们为什么会来上花儿战坊这个舞台 我们想当什么 我们想当村长 你俩都想当 是同一个村的 对 但是村长只有一个人能当 但是我无条件扶持他 他可以当我秘书 现在已经定下来了是吧 你们村一共有多少户啊 一共有多少户 这还没有了解过 因为这个我们村还挺大的 你就把别人当透明的 就觉得这个村长就应该你们俩当是吧 这样不可能 我们就是不怎么怕生吧 就是野心比较大 我们想干什么 我就 我一定要争取到 现在这里 大家都是你们的村民啊 各位 每人给你们一分钟 做一个自由竞选拉票 看看谁有这个资格当村长 是我们两个谁有资格吗 对对对 你来 你直接放弃 他秘书的命 好 当秘书的命啊 听到没有 我无条件服从他 好 我们今天呢 来到了我们松树港村 现在我在这里做一个村长竞选 第一 我们乡村一定绝对民主 绝对好玩 绝对放松 我们会发展我们的乡村经济 乡村调育 乡村 乡村啥 医疗 就是完善我们乡村的一切措施 只要你们是想到我们一切都会服从民众的要求 我觉得有这个想法挺好的 这两个人 这是我觉得 这要我就给打第一分了 为什么呢 我觉得竞选村官要三句话 谨慎的承诺 快速的行动 超值的回报 漂亮 刚才那个承诺有点太绝对了 对 另外呢需要具体的举措 比如说村子的定位啊 比如说我将来会用什么样的制度来激励大家发挥出自己的力量 怎么跟大家分享这个收益啊 其实一分钟看起来很短 但是要把这些收到了信息量还是蛮大的 两位还是任重道远的 在我这儿可能是59分 没及格的 那最后给你们一次机会 就最快速地讲一下你们村最核心的竞争力 好 因为我们是艺术生 所以我们准备在我们的专业领域上下手 用艺术赋能乡村 我们为我们的松树岗村设计了一个logo 这个logo呢代表了我们村 在我们未来的发展道路上 遇到任何困难我们都会勇往直前 然后呢这个logo呢 将会放在我们村的大街小巷当中 有广告牌 文创袋子 文创产品 文创袋子 还有我们的春服 为我们的乡村环境会更加整洁 更加美丽 OK 刚才给59分 现在增加到89分了 谢谢 为什么很聚集 有细节 发挥出两位的优势 我们乡村非常需要性格开朗 活泼 外向型的 像我们双胞胎姐妹这样的这个年轻人 因为什么无论是支教 这个破冰啊 要跟孩子们破冰 孩子们要接受你们 还是跟村民 村民我一直说要过信任观 也需要你们这样的开朗性格 另外你们给村庄送了一份大礼 就是这个logo设计和品牌 将来的宣发就围绕着它的市集啊 文创啊等等 叫赛会展眼游五为一体 相信你们这个村支书能成功 祝贺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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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如果喜欢这个姐妹花的话 请为她们种上一朵花 请揭晓 遗憾了 有点点惋惜 没事 我们鼓励她当上村支书之后 再来这个舞台 来来 我们来掌声来欢送一下两位 拜拜 拜拜 看来双猫她小花 还需多一成的历练 那么下一位登场的花 已经走了多远呢 姐姐您好 我是中华小助手旺仔 很开心见到您 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你来自于哪个民族 我来自于内蒙古 但是你猜一下我是什么民族 您是内蒙古 对 那是蒙古族吗 是 不是蒙古族 那是 能猜出来吗 就是耳边那段时间 比较火的那个 带着跑脚帽那个 是是是那个什么什么 春族对不对 厄伦春 厄伦春族对 对对 我是厄伦春小田 我的家乡在中国东北部的大西安岭 这里有满山遍野的山珍野味 过去人们住着用画树皮搭建的房子 穿着跑皮衣 戴着跑脚帽 这里的人们崇尚自然 相信万物有灵 我们的祖先曾穿梭在森林里 以骑马狩猎为生 猎人可以用动物的肩胛骨 去预测猎物的数量 其行走的方向 每年四月末 白花树的枝叶 是最好的天然饮品 零下四十多度的冰天雪地里 也可以在刨皮睡袋里 这样洗地而卧 这里就是位于内蒙古 呼伦贝尔市 厄伦春自制旗 一个古老又神秘的狩猎之乡 大家好 我是厄伦春小田 我来自于内蒙古 呼伦贝尔市厄伦春自制旗 我是一个厄伦春族 你手上拿的那个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我们厄伦春族 传统的跑脚帽 跑脚帽其实有一个伪装的作用 猎人们上山的时候 戴着这个跑脚帽 然后那个小袍子以为是同类 他就往跟前凑我傻嘛 然后猎人就比较容易捕获 你智商太低了 那小天天 今天是为什么要来到 我们花儿山方的舞台上 其实跟每一个花儿的愿望都一样 都希望宣传家乡 但是我们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点就是 现在我们全国有十多亿的人口 但是厄伦春族只有9100多人 多少人 9100多人 好少啊 对 所以说我想有像花儿战放 这样的好的舞台 我一定要来珍惜这些机会 那就是因为人数很少嘛 你们呢有没有规定 就是我们厄伦春族 只能嫁给自己人 没有 我们在婚姻上 没有什么太多的限制 可以和其他名字通婚 什么样的男人 才能追得到厄伦春的姑娘 真诚 勇敢 善良 这个太笼统 其他男人 我感觉一定要那个勇猛 就是生存机能很强 而且是在极寒条件中 有生存智慧和机能的 对 对 对 很壮硕的一个男士 那你觉得你为家乡做的 最骄傲的事情是什么 我让更多的人认识和知道了 这个厄伦春族 因为在今年元旦的时候 耳滨火了 我就是抓住了这个热度 带着我的家人和朋友们 一起走到中央大街 耳滨的中央大街 去直播去宣传 然后后来我们五月份 又带着我的爸妈 一起游历欧洲十二国 像德国 法国 瑞士 意大利 杰克斯洛伐克 走了很多国家 你在哈尔滨那个直播 那个我好像刷到过 那个流量很大 对 其实现在做自媒体吧 就是粉丝量没有那么多 全网六十多万 但是通过我的宣传 起码让我们的民族 有了更多的曝光度 我的家乡有了更多的曝光度 像其他什么旅行社呀 他们会跟我们沟通 去对接一些旅游资源 或者是进行研学 还有我们家乡的一些农产品 我感觉找到了一个 很好的销路 虽然事情刚刚起步 但是我感觉 我人生中的这些梦想 和我家乡的发展 看到了光亮 这就是最值得的 谢谢老师 耳边火呢 当时有一条 非常温暖的短视频 大家有没有刷到过 是一个小朋友走丢了 后来我们的 厄伦春族的这个好朋友 把一个跑脚帽送给了他 对 对 然后小朋友和他一起 又把这个跑脚帽 捐到了博物馆 对 对 大家知道旅游啊 他有一种情绪价值的营销 讨好 服务 这是一种 还有一个是治愈和温暖 对 所以我觉得您出现在 中央大街的那一刻 不仅是让大家看到了 新奇的猎奇性的飞夷 更重要的给大家了 一种治愈和温暖 所以期待您呢 能够更多带着您的团队 走进历史文化街区 比如说走进我们 奢村的这个明清古镇 大家就看到了新奇的 而且非仪式的内容 这也是一种 助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一种在文旅层面的 很好的体现 好的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那接下来要给小甜甜种花了 各位 3 2 1 请种花 3 2 1 请揭晓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老师 其实我 我能站在这个舞台 我就感觉非常的光荣和荣幸了 能够穿着我们的民族服装 来展示 我感觉就是 我已经很幸运了 非常感谢了 感谢各位 感谢各位 希望你如愿以偿 绽放在世界的舞台上 对 谢谢老师 恶伦春 以为山岭上的人 无论他们选择用什么方式 传承自己这份独特的文化 我们都为之开心 自由的花 有千万种开发 让我们一起继续种花吧 上微博 关注新浪娱乐 微博综艺 新浪综艺 了解更多节目 相关资讯 人生需要等待 香飘飘花绽放 乡村记 精彩一会儿回来 等待是为了更好的预见 香飘飘花绽放 乡村记 精彩继续 掌声有请 这一朵花 这个厉害 我想去展示我们的奢族文化 还有奢歌奢语 没有什么大愿望 没有什么大的愿望 我就是家庭主妇 我想带孩子们身上更高的舞台 给孩子们做一个榜样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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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